臺灣人的科學家在2015年我們就已經發現了 萊克多巴胺對人體的細胞有毒 萊克多巴胺對人體的細胞有毒 2012年同樣我也是在反對萊克多巴胺 當時是以美牛的進口為主 大家都還可以查得到 我相信美國在台協會的官網上面也還有 當時美國在台協會跟我們民間反對的聲音 進行科學對話的紀錄現在都還在 美國在台協會在他的官網寫得非常清楚 六個美國人的試驗不是為了證明萊克多巴胺是安全的 只是為了證明人比較像猴子而不是像狗 所以美國FDA根據的是橫河猴定出來的標準 那我們覺得台灣人不是猴子 所以我們不敢接受這樣的標準 所以台灣人非常理性不以人做實驗 我們2015年我們的科學家就用人體的肥養的細胞做的試驗 證明了萊克多巴胺對人體的細胞有毒 最後我來講一下今天非常冷今天也是冬至 過了今天之後白天就會慢慢變長 今天是白天最短的一天黑夜最長的一天 我們來到這裡真的非常巧合 我們也希望萊豬進口 毒株進口的這件事情的黑暗 就在今天晚上過後就能夠慢慢的減少 我們也相信只要進行科學性的對話 台美的關係也會像天氣一樣 從明天開始白天光明日漸增加 黑夜黑暗日漸減少 台灣人的命是命 美國人的命 其實現在有一種聲音 好像說希望我能夠道歉對於所謂錯誤訊息的部分 那我講這個訊息其實都是有所本 最重要的就是萊豬有害身體的健康 也是我們台灣的科學家已經做出的證明 那我來說出一個科學的事實 如果衛福部要堅持 一定要提告是我沒有關係 我一定會坦然的接受 那如果要我道歉的話 我希望蔡英文總統 考慮救他8月28號 一個人就開記者會 就決定了我們國民的健康 之後才叫衛福部去做 所謂的健康風險評估 做出來的還是違法的報告 如果總統願意考慮 對這個錯誤進行面對 那衛福部也願意合法的進行風險評估 我也願意接受司法最嚴格的審判